中信兄弟前進陳青湖棒球場踢管台岡雄英 前面三局雙方力寶布施 而來到了第四局 黃山君這邊率先啟動攻勢 守民上場打擊的詹子嫻 面對台岡先發日記投手立元祥太郎 一舉擊出了左外野滾地球形成安打上壘 接著陳俊秀有跟上也敲出了安打 而且這一安也幫助中信兄弟率先破蛋 王正順接著敲出了兄弟單局的第三隻安打 也把陳子豪護送回來 追加得分來到2比0 徐柏偉在後頭也把握了賺打點的機會 安打敲回第三分 而吉利匯別連霸低潮的台岡雄英 四局下半有機會扳回一城 兩隻安打包括王波榮 一棒中斷了連續9個打數沒有安打的低潮 雄英一口氣來到1-3壘 可惜在一人出局的情況之下 張兆元打出了雙殺打 讓兄弟先發艾什特有驚無險地度過了 這個半局的危機 艾什特這天雖然遇到不少危機 但都能夠成功地拆彈安全下裝 這天主投7局被敲5隻安打 沒有掉分送出6張國王笑臉 另外送出了3個4壞球保送 演出優質先發 不過台岡還沒有放棄 八局下半掀起反撲 博榮大王幹大事 把兄弟第二任投手 呂彥青的球一棒 直接送出了左半邊全壘打大強 反方向2分同步讓 是王博榮本季的第二發全壘打 把雙方差距一棒又打到剩下一分差 接著來看到台岡最後半局的機會 一二壘友人 曾子佑的安打出現 這波激烈的本壘攻防戰 結果曾宋恩精彩傳球 直送本壘演出了再見註殺 而這場比賽最終 黃山君是以3比2 有驚無險的一分 險勝踢館成功 也賞給台岡7連敗